哈喽,周末愉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在欣赏这些名画或名作的时候呢 会不知道这幅画 它到底真正的价值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同样都是画 为什么这一幅比那一幅更有价值呢 今天就和大家简单聊一聊 在艺术鉴赏里头最重要分辨价值的两个要诀 在艺术鉴赏里头 最重要的两个秘诀 第一个是画作本身是不是具有作者的特色 第二个 这个特色是不是具有原创性 而这个原创性是改变了艺术史的画风 或者开启了另外一个门派潮流 简单讲好了 比如说范古的黄色 达文西的首部 草菅尼森的原点 安迪沃和的复制 墨内的光与影 尼洛瓦的人物 比如说达文西 他为了画好手部的动作 是真真实实的拿尸体来研究 所以达文西的画 把手画得为妙为俏 我们看摩纳丽莎 微笑里面的那一双手 还有世界上最贵的画作 也是达文西的救世主 耶稣的那一双手 都是达文西的特色 在这之前 没有人这样子去画过手 那再来举另外一个例子 范古 范古的黄色 范古很显然的 大家都知道它是后印象派 那跟之前的前印象派 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末内 末内开启印象派是日出印象 造成了轰动 于是开启了印象派 印象派把光与影带入了画作里面 这是末内开启的一个先锋 但是后来演变到范古的时候 我们看他的向日葵 也就是他比较成熟的作品 他不只把黄色带进去 他的画作里面 他的向日葵 还有末内的碎莲 有很明显的差别 当我们在看向日葵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到 画里头所带出来情绪的那个张力 所以在范古之后 开启了后印象派 影响了后来的野兽派 等等这些派别 这个是范古的特色 接着我们来举例 以同一个画家来说 比如说在范古成名之前早期 他有很多用素描 临摹以前的画家的作品 那这样子的作品跟后期他比较成熟 有关譬如说像日葵啊 或者星夜这样子的作品 两幅作品都是范古画的 哪一个比较具有价值 当然是那个具有特色 而对后世有原创性影响力的那一幅画比较有价值 那有人也会问说 今天我这幅画是作者很罕见的画出来的 那在拍卖市场上或者是不是 这样评价起来就会比较有价值 其实不一定 因为他还是要回到我们讲的 这个画是罕见不罕见 还是要关键在还有没有跟特色以及原创性做连结 如果有的话 当然他的价值会更高 如果没有 那依然没有办法去显现出他的价值性 因为我们在评价一个画的真伪的时候 从画作里面去找到作者的绘画习惯跟他的特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评价的关键 所以罕不罕见 还是要回归到特质跟特色 还有原创性本身 好 那么今天就很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 怎么去欣赏一幅画的两个关键秘诀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的频道是一个有关人文艺术生活旅行的频道 希望大家会喜欢 别忘了追踪按赞留言分享 并且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 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